2023年最新爽片震撼来袭 超强炸裂打斗 贯穿全片 影片中还出现多名熟悉的漫威英雄 绝对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 片园小镇上突然冒出美女 农户小子科尔只一眼就治愈了刚刚失恋 认定死女才是月老送来的红线 海棠花娇艳欲滴 叶子却含有毒成分 所以厚着脸皮要求送货 就此打开约会大门 两人游荡在小镇街头 一杯咖啡不咸不淡话题 氛围轻松如相知多年 与女孩高接赛宝石 自认为硬汉的科尔却输了 从对方轻快脚步判断 他肯定不是一般人 科尔想全方面了解 女孩只告诉他自己叫赛迪 六岁时与母亲逃离自己国家 经历过暴晒海浪鲨鱼 人们的尖叫和哭泣 最终艰难活下来 接下来几天 两人在文化馆酒吧电影院留下足迹 科尔满眼深情 赛迪刚死了同事 正站在人生迷雾中 搞不清为什么活着时 科尔出现让他觉悟 及时行乐或许才是生活真谛 床上赛奇感受到一个农夫 来自于土地的力量 科尔回家路上忍不住嘴角上扬 进屋第一件事 宣布本次恋爱以结婚为目的 家人思想很开放 并没有因进展迅速怀疑对方人品 可从那天回来 赛迪就向人间蒸发了 科尔发出的短信全部石沉大海 心急火燎却无处可寻 因为除了名字以外一无所知 某天科尔突然想起 自己把哮喘吸入器放在赛迪包里 因为平时丢三大四 在上面安装了追踪器 赶紧打开手机定位 竟发现赛迪身在英国伦敦 在家人鼓舞下决定千里寻碍 多番辗转终于到达定位地点 本以为是浪漫相聚 殊不知前方就是致命显地 几个壮汉围拢过来 根本没有给他反应时间 一阵麻醉剂推入体内 如此猪般丢进货物箱 难道遇见割妖子组织 而现实更加残酷 当科尔再次迎来 已经身处过山洞实验室 从大胡子逼逼赖赖中明白 他们误以为自己是税务员 逼问箱子密码 尽管科尔坦白农夫身份 与来此原因 但对方就是不信 按着逼问流程进行 先打一顿炮拳 再逐渐提高折磨强度 如果一只大黄蜂钻紧裤灯 痛苦程度可想而知 科尔顿感但披紧不断求饶 就在大胡子正遇下独手之际 英字萨爽的女杀手破门而入 不费吹灰之力将几人解决 而来人正是朝思暮想的赛迪 谁能想到半月前 柔弱无骨的小妖精 竟不等自己开口挥来一拳 眼神冰冷警告 最好在警报拉响之前 赶紧给我走 可话音刚落 警报声就响了起来 没办法 赛迪只能带着废物杀出一条血路 厮杀过程中才知道 赛迪就是中央情报员 科尔建设了真正杀戮 这对一个农夫来讲 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逃出山洞 望着绵延群山 科尔震惊得张大嘴巴 此处正是巴基斯坦开布尔山口 还被醒神就遭到巴军攻击 史黄色小车被炸飞 两人拼命向前狂奔 子弹紧追脚后跟 赛迪潇洒滑下山坡 科尔却狼狈背翻滚 脸先着地 巴军赛后紧追不舍 总结惨痛经验 在于相同状况 科尔操作起来丝滑许多 即便可以勉强打掩护 巴军子弹依旧凶猛不可挡 赛迪只好抢劫路过大巴车 将乘客全部驱赶之路边 但行动还是稍慢 眼见巴军武装车近在眼前 赛迪倒挡 离合猛如虎 找准机会猛打方向盘 一辆武装车被紧下悬崖 期间不耽误两人吵架 一场浪漫寻碍 被赛迪定为变态追踪狂 小妖精身上衣服秒变先掌 科尔子妹无法接受 怒气上来也不惯着 嘴炮比巴军炮火还激烈 当一辆武装车靠近 赛迪展现一把绝处逢生 大巴车前轮悬空360度急转 重创八军同时 科尔被甩出 吃尽苦头 如果没有赛奇守护 只能沦为火把子 这场绝命追踪 持续很长时间 最关键时刻 科尔也发挥难有爆发力 帮赛奇解决身后麻烦 战斗随着火光亮起结束 但幕后老板维克 发现煽动变故 又将杀戮提升新高度 就在科尔和赛奇 仍然为谎言争吵时 他已经把照片 发给赏金猎人 一百万美金活捉二人 如果有人误杀税务员 这笔赏金 就用来悬赏该人的命 夜幕降临 敏格拉小镇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随着两个青年男女到来 赏金猎人也分勇而至 宁静中处处潜藏危机 赛奇明白 科尔不属于江湖 想尽快将其送回农场 第三任前男友 吃这片扛把子 出于对赛迪旧爱 也深知做起乃有恐怖 三任痛快答应下来 临走前 赛迪正式提出分手 以后都不要再联系 科尔此次经历 终生难忘 爱情之火 早已下了飞灰烟灭 这样女人去回家 祖坟都得爆炸 求之不得 但一片真心为了狗 伤心总是在所难免 稍后两个同样被甩的人 正想着去哪喝一杯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发生了 一名赏金猎人 已经控制了赛奇 迎面而来时 开枪打死三任 照片对比 科尔正是税务员 刚分手猎人 更让赏金猎人哭笑不得的是 两人谁都没有为性命担忧 一路都在吵吵鸡毛蒜皮 虽然脸色不好看 话难听 却能感受到爱大于埋怨 一句经典台词 将无数次重复 不如去开房吧 话落 赏金猎人被杀 二人一主 只是这对局面影响不大 还是被控制 还是吵架 还是那句话 不如去开房吧 下一秒 又死一个 当第一个赏金猎人 拖着肉伤身躯 强撑最后一口气 杀死同行后 才清楚这一环节 导演他去打了酱油 眼前危机解除 目前回美国 已经成了遥远的梦 赛奇准备将它先藏起来 如果自己回不来 也有营救小组来接人 而自身还有艰巨任务 必须找到一个 装有生化武器的保险箱 听闻此言 克尔想起煽动中 那些人就是逼迫自己 说出密码 打开某个保险箱 赛迪正苦心无果 激动到猛踩刹车 当即露出 迷死人的笑脸 克尔沉醉其中 眼前却一黑 不久赛迪出现在维克地盘 两人已经达成交易 并以克尔作为筹码 用赏金猎人身份做掩护 成功与维克拉进关系 并在现场发现保险箱 维克表示回到美国后 赏金会在第一时间到账 就在赛奇走上飞机时 维克命令手下 一旦得到密码 立即结束两人性命 飞机上 赛奇找机会解释自己行为 维克手下却在搜查 克尔误品时 发现亲密账 作为平保的手机 两人关系不言自明 当枪口对着赛奇 他又坦白 只有自己知道密码 随即从口袋拿出小瓶子 手下持怀疑态度打开 只有两片不起眼的小磁铁 赛奇转动戒指 传送电流 导致手下晕厥 面对迎上来的两名壮汉 赛奇着实无法应付 当一把冰冷尖刀 插进身体 克尔受了极大刺激 从免钱保命 变为主动进攻 凭借一身蛮力 解决两人 然后找出降落伞 在手下转醒开枪前出仓 六小时后 两人身处荒岛 赛奇迷糊醒来 见人影晃动 使出全力挥出一拳 完全清醒后 看见一旁保险箱 整个人像打鸡血般兴奋 克尔不理解任务 为何大于人命 但只要赛奇开心便值得 另一边 维克正等着和军火商交易 手下汇报的情况 让他胆战心惊 如果无法准时交货 自己性命恐怕也难以保证 立即命令手下追踪 很快便锁定降落伞位置 不久吉良越野杀入荒岛 他们装备精良 完全可以活捉两人 但结果却出无意料 中情局支援及时赶到 手下们见大事不妙 慌忙逃命时 还带走保险箱 赛奇也因办事不力被停职 他虽心有不甘 还是献出计策 以税务员出售密码 坐等维克上门 而密码分为四部分 需要先提出其中一组 维克绝对不会上钩 只是此局需要一个叛变的税务员 众人寻视一周 将目光损得在科尔身上 因为维克心狠手辣 恐怕早已盯上他的家人 免除威胁的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消灭 科尔骑虎南下只能妥协 维克成功打开第一段密码 也曾怀疑是陷阱 只是眼下没有其他办法 加上军火商步步紧闭 无奈选择见招拆招 答应军火商一起约见税务员 但不管结果如何 税务员必须死 科尔西装格领强装镇定 单独来到指定地点 虽然有中情局作为后盾 但能否保命仍是未知 果然维克早已准备 枪杀三个暗中监视的中情局特攻 科尔收到撤退命令 却停住脚步 他不能把家人置于危险中 脑子里没有半点计划 却有一种强烈直觉 赛奇不会放弃他 事实确实如此 赛奇恋爱无数 多半都是任务伙伴 他们之间有种无声默契 为了完成任务牺牲对方 科尔那种单纯只因爱 只为爱 让科奇心里躺锅转流 正当科尔遭受逼问 赛奇身着火辣顽利服现身 提出打开箱子 军火商必须支付1000万报酬 得到肯定答复 才拿出解码器 保险箱剩余密码开启 里面装着不知名的生化武器 对方还算讲信用 直接转账1000万 中间商为客等于白忙 不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赛奇还出资500万 悬赏他的向上人头 正于发火 赏金猎人的枪已经对准脑袋 在场所有人立即做出防御姿态 三方势力大战一触即发 赛奇在最关键时刻 将生化武器拿在手中 转手丢给科尔冲出去 两人配合默契 趁乱开溜 却被维克手下拦截 一脚将赛奇拽飞 扣动扳机之境被科尔扰乱 子弹落在酒店自动装置上 齿轮作用下 高空酒店快速旋转 科尔仅靠一身满力 将其送进齿轮中 绞成肉馅 维克想迅速脱身 一枪解决军火伤 与赛奇开启终极决战 缠斗中 维克因招频出 赛奇性命极极可威 科尔总在关键时刻 发挥难有作用 撞飞维克 加上赛奇辅助解决危机 并在最后拿到生化武器 当救援直升机赶来时 两人已经拥吻在一起 这部电影叫《神出鬼没》 最新上映 影片形象包袱太重 打斗精彩 科技感十足 最精彩部分也掺杂着 两人叙叙叨叨争吵 让观众觉得厌烦 多半评分5.9足以说明 此片只能当热闹看